大家好,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的简要新闻,我是古济柔 阿坝州阿坝县迈尔玛乡第一大队的24岁牧民绝巴 于8月10号当地时间上午10点15分,在迈尔玛乡点火自焚 地方警察赶到现场扑灭自焚者身上的火之后,将其带走,目前生死不明 印度达兰萨拉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发言人刺人 星期五告诉本台,当时绝巴在火焰中高喊口号 不过当地藏人说,口号内容没听清楚 他自焚不到几分钟,地方公安人员赶到现场 迅速扑灭他身上的火之后,将他强行带走 此人表示,当地藏人透露,被警方带走的自焚者没有生还的可能 据法新社等国际媒体星期五引述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将于下星期在四川成都受审 罪名是叛国罪 报道说,叛国罪可知死刑 但王立军在调查薄熙来案件上有功会获得宽大处理 另外,路透社星期五报道说,许多司法专家相信 中国政府对博古开来以及四名重庆公安系统原高官的庭审 可以被看作是诚挚薄熙来的前奏 法新社报道说,对薄熙来的指控则可能包括妨碍警务 滥用职权等 而到目前为止,当局仅称薄熙来严重违纪 但未做出具体说明 南华早报说,最近的进展表明 中共十八大前可能对薄熙来案件审理完毕 日本首相野田佳燕星期五重申 他在担任首相期间不会参拜供奉晋国神社 野田同时要求内阁成员不要前往参拜 不过,日本国土交通相宇田雄一郎当天表示 希望在8月15日以私人身份参拜晋国神社 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松元仁也表示 二十多年来,他每年的8月15日都会去参拜 今年也会酌情做出决定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如果雨田等人真的去参拜 则将是日本民主党执政后首次有内阁成员参拜晋国神社 法新社说,这将有可能造成日本与邻国间的关系紧张 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引述中国海军一名高级研究员的谈话说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可能在今年十一国庆日当天正式服役 报道说,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洁大校透露 这艘航母可以在捍卫中国在海上领土争端中的主权要求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他同时说,在南海,中国仍将倾向于不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与邻国的领土争端 不过即便瓦良格号是按训练航母设计的 它还是具备一定的战斗力 包括美国的自由之家在内的22个国际非政府组织 星期四公布十项全球人权重大挑战的报告 要求下一任的美国总统担负起维护全球人权的责任 外交政策必须纳入人权议题 据台湾的中央社报道 报告指出人权是普世价值 根植于美国传统信念 维护全球人权 是评估未来美国总统外交政策成败的重要指标 报告向未来美国总统提出十项呼吁 包括华盛顿必须把领导国际人权 和促进普世价值作为优先政策等等 台风海魁吹袭浙江 上海 江苏 以及安徽等省 210多万人紧急疏散 仅1000万人受灾 受其影响 本周五凌晨4点 浙江 舟山市 戴山县 长途镇 沈家坑 水库 又发生了坦堂 当地三分之一村庄被毁 下游数十间房屋被冲垮 死伤惨重 官方媒体表示 到中午为止 有10人死亡 27人受伤 但这个数字遭到当地民众的质疑 有消息说 水库隐患存在多时 但上报政府没有获得理会 而事故发生之后 救人员员也是很久之后才到达现场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谷记柔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